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 西语言的if then else的撰写 那我们从例子来介绍 那这一题呢是输入一个数字 那判断一下他有没有大于等于60 如果通过的话 那他就是出现paste 否则的话呢就没有反应 那这样的程式怎么写呢 来看一下 好一样的我们这边要include stdio.h 好然后呢我们的 主程式main的部分 然后呢我们让使用者输入 所以我们要宣告一个变数 int score 或者是grade 好一开始宣告为 这个整数之后呢 好 然后scanf 那因为我们输了是整数呢 我们就 百分比低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资料是放在end 然后grade 好那收到之后呢 我们就判断一下如果 这个grade 大为等于60的话 好那我们说他要print bend bendf 括号 那我们这边呢 百分比 s 然后后面的这个资料呢 就是paste 好那我们来be并且执行一下看看 好 好然后呢减-o paste 好那编译完之后呢我们执行他 然后我们输入数字比如说59 没反应 那我们再执行一次 比如说61 他出现paste 好那我们如果要换行的话记得这百分比s后面要加 这个反写线n 那你只要改到程式呢就必须要重新再编译一次 再执行一次 好那比如说我们输入61 他就出现paste 好那我们输入99 也是出现paste 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他就只有一个判断而已 判断这个条件成立就执行 否则他就不执行 直接到第8行以下去执行 好那我们再进一步 进一步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判断 你输入的这个数字 他是不是 奇数 或者是他是偶数 好那如果是奇数的话他就出现这个r odd 那 偶数的话就是event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程式怎么写 好那我们假设呢这个输入的值呢 变数是v1 好那我收到 资料呢放在v1这个记忆体位置里面去 好那v1呢我们来做一件事情是要去判断 判断什么 他在取余数之后 谁的余数2的余数 那如果是等于等于0的话代表什么 他就是event 因为他是可以被2整除所以 他是这个 火速否则的话勒 否则的话他就是什么 因为你用2去除要嘛余数是0 不然余数就是1 所以 如果 没办法被2整除那显然他就是奇数 好那我们来编译并且执行看看 好执行的时候比如说给他34 他就告诉我们是偶数 好那我们给他 21 输出就是奇数 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范例 针对if的 练习 所以第一题的部分就只有一个if 再来是if else 多加了一个s的部分 好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练习题 比如说这个 我们要输入一个整数 那输入整数之后呢可以判断 他介于 分数是哪个区段 他输出他的等地 比如说是 90到100的话就是a 80到89是b 70到79是c 那60到69是d 0到59是f 一之类推幅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程式应该怎么行 好那一样的我们这边用grade 那一样的我们收到资料之后把它放在这个grade 这个 变数里面 好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做判断 所以我们判断一下如果 这个grade 他有没有大于等于 这边多了个前置 grade这个变数呢 有没有大于等于90 如果有的话 好那我们就 print f 括号 然后呢 百分比 s 写线N 记得要换行 然后呢我们要输出的是大写的a 这样子 那如果他不是这个的话我们是要用ls 叫ls 然后呢 ls之后我们还要去判断他是不是 介于这个 比如说他 这个grade呢 必须要大于 等于多少80 而且而且是用这两个and的符号 而且 你的grade 哦 他要小于多少 90 好如果是在这个区间的话呢 我们就说他是什么 他就是b 好那我们就输出b 否则的话呢 那他是不是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要在 这个做一次 判断什么 好判断他有没有介于70到 这个 80之间 好 小于80 所以70到79 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输出什么 c 对 好那一样的如果他也不在这个区间的话 他很有可能是在 另外一个 好那我们就判断一下 他有没有介于60到69之间 哦 小于70 好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是 否则的话呢 他就只剩下一个状况的就是小于60 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printf就可以了 哦再看一下我们的题目 abcdf0到59 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程式呢 这样子 写完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 等式码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是不是 测试一下 好不好看 他是不是得到我们要的这个效果 好那我一样的我们先编译一下 然后执行 比如说输入 65分 他出现D 那再执行一下 比如说我93分 他可以得到A 好那如果是77呢 他可以得到C 好那如果是 81 他可以得到B 那如果他只有得到54分 就是F 所以在这样的程式里面 他可以一路这样子下来 好那我们在一个判断室里面如果有两个条件 那中间可以用 and 或者是all 那all的写法是两条直线 来做判断 好各位发现这样子写法 就是一路一路下来这种叫做潮状的衣服判断 潮状的衣服判断 但是呢各位会发现说其实有一部分呢是多余的比如说 在这边我们已经知道他不满足90以上的这个条件了所以 他有没有小于90这件事情 哦有没有小于90这件事情其实是多余的 所以我们其实只要判断他有没有 大于 哦有没有大于等于80就可以了 那底下这个一样好如果说我不满足 大于等于80的情况显然 他已经一定是小于80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可以不要 再来呢好这个部分 一样的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就不用判断他是不是介于 这个他是不是小于70的这个问题 所以就可以再减省 好那修改完之后呢我们在 变异 再执行一次 一样的我们输入98的话 他的得到a 好那如果我们输入89呢 他可以得到b 好那如果71 得到c 再来呢如果是64的话 他可以得到b 好那再来呢如果得到54分 好那就可以得到f 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从程式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减省成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好那这样一层一层下来 好那在这样的写法上面呢我们可不可以再精进 可以的 那怎么样精进呢因为他这样一层一层下去如果你的判断是是很多的 而且这中间其实他们都没有重 所以有另外一种写法是你可以把els跟乙符呢 好把它合并起来变els乙符 直接呢马上就判断他是不是介于这个范围好上面如果不满足的话接下来就判断他是不是大于等于80 因为不满足他所以就会判断他 那一样的 接下来这边呢 你就是变成 搭配下一个 好 那你就判断 这个条件不成立这个条件不成立接下来就判断这个 所以这个els的部分呢 好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程式码就往前提 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是同一层的这个判断了 好这边一样我们把它删除一下 好那最后一个我们就是把它移到前面来 好那当这个条件不成立的时候 我已经进入到els了 那他的结果呢就会变成是 好 那我们再整理一下 好那再说明一次哈 当这个分数呢他是大于90的时候 大于90的时候他就写a 好啊如果说他是 不满足这个 不满足 这个部分 不满足这个部分 显然他就是 判断一下他有没有大于80 好如果是的话呢他就印出b 否则的话他就会跑到这边来 来判断他 然后跑到这边来判断就代表前面两个都不满不满 所以是维持我们原本的 逻辑 那用这样的程式来撰写 好那写完之后呢我们把它存档 然后呢来编译看看 好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执行 比如说我输入 98 得到a 那如果81得到b 77得到c 然后呢 63得到d 那如果是这个49的话 得到f ok 所以从这样子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知道 他是一路 往下 那用 Aosif的写法 一样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效果 而且他程式码比较精简 然后呢看起来比较这个 容易解读 同时呢他的 他的这个程式码也比较短一些 好以上是一些 范例程式 提供给各位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